今天是10月27日 星期三是10月期指的转创高峰日 看市场明显有少少反复 其实这所谓的少少反复 相对来说也不是太小 由昨天的高位26,234 到今天暂时的低位25,555 怎算呢 两天之内恒指已经跌了679点 相对今个月由23,681升到26,234 是升了2553 怎算呢 市已经回调了升幅的大概26.6% 换句话来说 指数现在已经跌到了高位 同时也是跌穿10天平均移动线 代表整个技术上的反弹市况 已经转向不明 当然不知下面还有早移动线是50天线 未跌穿也不需要那么担心 暂时来说我觉得是前保态线 明天是今个月期指结算日 星期五就是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既然市暂时来说 已经出现了今个月的高位 即是现在的直播空间不是那么大 最好是等到期结完成之后 我们才再行定夺 暂时的看法就略为保守一点点 最好先保留现金在手 到11月初旬 我们才再行定夺就比较好一点了 我们才会同时残留好点 我们�简派